诗皇登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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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孤元 我得回去一趟 怎么 情柔 事到如今 你还要回到他身边吗 不是 我真的有事 你要相信我 皇上 皇上 府里都收拾好了 咱们该回宫了 你先下去吧 让朕 自己再待一会 皇上 情柔 你回来了 我 我只是回来拿点东西 对了 忘了恭喜你了 你当上皇上了 还有 我有一件事情 想求你 何事 我知道 我这个请求 很困难 但是 我们想进宗此一趟 我们真的只是想进去看看 对了 我 所说的我们是吗 就是我 阿广 大同 还有一个叫孟江的 至于双双的 我得仔细地考虑 够了 宗子乃朝廷禁敌 不得随意进入 我 我 不过 你要是告诉朕 已尽宗此的缘由 我或许可以酌情开恩 我 我就是听说里面有很多七真一宝 所以我想进去看一看 我 这皇宫大内七真一宝还少吗 我 我就是听说里面有很多七真一宝 所以我想进去看一看 我 对了 我是听人说里面的装饰呢 全部都是巧夺天工 我想进去参考一下 好研发洛天斋的新产品 你若还是不肯对朕谈成 朕也帮不了你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若真的想进宗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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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你不想嫁给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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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了 你无需多言 收拾好东西 自行离开吧 我 我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 你干嘛这么直白的就问宗此的事啊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一看见他 我脑子就懵了 得 这下踏实了 咱谁都甭想穿越回去了 嘿嘿 我呢倒是觉得无所谓啦 说什么呢 难不成你还想永远都待在这儿啊 是啊 其实 我还是蛮喜欢这里的生活的 你看 这是大家送我的牌匾 鲁班在世 这真是莫大的荣誉啊 简直比我拿了奥斯卡 孝勤人 还要开心哪 太有意思了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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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决定了 做人嘛 在哪里还不都是一样做嘛 是吧 既然有这么一个可以让你发挥才能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理由 让你感觉不到知足呢 大同 哎呀 晴柔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应该为我感到开心才对呀 行了行了 你们俩就别在这儿悲戚戚的告别了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想一想 怎么样穿越回去 是 皇上 新皇登基四海生平 皇上的婚事还须早日定夺 对对对 杨大学士说得非常对 皇上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这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啊 还望皇上早日大婚 把我江山社稷 后继有人哪皇上 怎么会这样 原来真的是慕容氏作恶在心 那看来太后娘娘的确没有做错 说到底 还是我谢恩怡对不起你 皇上 隐情柔才是先皇钦点的太子妃人选 理应立为皇后啊 万万不可 皇上 那慕容家身世显赫 又与皇上有婚约在先 况且大理寺一案以真相大白 依老臣来看 那慕容一月才是皇后的不二人选 够了 皇上息怒 皇后一事朕自有定夺 而等无须多言 都下去吧 是 臣等告退 难道三哥与秦儒之间出了什么事 那隐情柔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想要嫁给太子 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已 求公公 在 朕有一事问你 皇上尽管问 老奴定当知无不言 你与秦柔相识已久 可知她秉姓如何 这个 秦柔姑娘 平日里虽然精灵古怪 可内心却是温柔善良 确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哪 那 依你的意思 她是否会做出欺骗朕的事情 这个 秦柔为人坦诚 平日里 从未有恶语伤人 您不会是跟她有些什么误会吧 隐情柔想嫁给太子是假 利用太子的情感 达到自己的目的才为朕 秋公公 你旨 是 拙 慕容一允 唯我朝皇后 即日成婚 皇上 皇上 您 是 皇上厕封慕容一允为后 即日成婚 皇上厕封慕容一允为后 即日成婚 啊 秦柔 你怎么了秦柔 秦柔 急着找我来 是不是有啥好消息啊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外头的风声太他妈的紧了 刚刚躲过谢严臣的追杀 这新皇帝就开始下令剿匪 害得老子都没生意可做了 看来这 看来这坏事做多了 还真的不行 你们倒是说话呀 都哑巴了 你没听街上都在传吗 传什么 我成天东躲西藏的 我啥也不知道啊 皇上要取那种慕容小白花了 咱们谁都进不去宗祠了 这就都穿越不回去了 这搞什么搞啊 我以为是好消息呢 我都跟弟兄们告过别了 这下好了 一点面子都没了 这秦柔呢 等我见到这死丫头 我非得好好说说她 你说早就提醒过她 让她别瞎狗 别瞎狗 这下好了 搞出事了吗 肯定是给谢严勤那小子 戴绿帽子了 我呸 胡说什么呢 我的小祖宗哎 你总算出现了 赶紧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好好的婚事 怎么说黄就黄了 秦柔 你没事吧 没事 我隐秦柔是打不死的小强 放心吧 我有办法 啥办法 这样 我们冒充宫女太监 然后偷偷溜进宫里的宗祠 趁着大婚的时候 就赶紧打开龙脉 我去 我 我以为是什么好主意呢 说了半天是去卑葬啊 你能不能听她把话说完啊 碎嘴 我 我已经托人找好了关系 帮我们进去 只要我们动静不大 应该没有问题 好了好了好了 大不了一死 堵了堵了 说不定还能回去呢 那我们 就到时候见机行事 大同 那你真的不穿越回去了 我就不回去了 阿广 大同 生死在此一搏了 生死在此一搏了 嗯 嗯 嗯 忘不掉是你的 哎呀我说你装那么多干嘛呀 这东西到咱们那又不留头了 才不透是你的流伤 等我回去这儿找人去练一下 你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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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回家下 做一个 简单的模样 毒孤 情容 属毒孤冒昧 你为何非要去宗祠呢 我真的很难理解 到底有何缘由 这是 一个不能说的命名 只要你开口 我会助你一笔之力的 毒孤 你帮了我很多 有些事情 我想靠我自己 事到如今 看来 你还是把我当外人 不是 毒孤 你对我很好我知道 但此去一行 肯定是一条不归路 我不想连累你 就让情容在此 跟你好好道个别吧 再见了 好朋友 不是 情容 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 好啦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让我们再去逛逛街吧 像以前那样 也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了 好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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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赛亮黑佣 孟姜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 我们都准备撤了 不如一起呀 阿姨秦柔也在这儿 秦柔 在那儿呢 开宗祠 宗祠开了 小心 有刺客 皇上 皇上 别过来 要不然我就撕票了 皇上 妹子 你疯了吗 我没疯 你快疯了阿管和大屯 疯了他们 皇上 孟姜 你走不走啊 走 来了来了来了 快 慢点 皇上 快点 快 慢 你疯了 你放了他我们怎么办 我没疯 以我的能耐 我根本挟持不了他 我早就料到了 你会来我和易蕴的婚礼上 料到了好了 快 快 开了 你快到阿管走 快阿管走 秦柔 快走吧 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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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想这么舒服的离开 我不想走了 秦柔 你真的不走了 我欠了一个人的差 得还 此刻已被我挟制住 快进来救皇上 皇上 皇上 清柔 朕就问你一句话 你之前陪在朕的身边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 皇上 皇上 该怎么处置啊 全部押入天牢 是 皇上 我是幼宫的皇上 皇上 皇上 新人机 我说孔双双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还真是竹子的童年 损死你得了 大同 干吗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啊 大家都回不去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孔双双 就没打算回去 看来你也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对 是 那又怎样 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疯狂的 也只有爱情了 你说我孔双双 哪一点不如你引轻柔 凭什么我喜欢的男人 都围在你身边 双双 我没有一点要跟你争的意思 是你自己想多了 你当然不能有 你不过就是个小助理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 我怎么说话了 你说我该怎么说话 我恨就恨 今天的祠堂就该一刀结果了你 那就一了百了了 我说你 秦柔 快跟我走 不行我不能走 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 秦柔你快走吧 再不走来不及了 不行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 我不能一走了之 你 不行你不能走 你的眼里只有这个小剑人 我被你付出那么多 你连看都不看我 找死啊你 好 荒 到底有何事说吧 启禀皇上 有人夜闯天牢 将尹轻柔劫揭走 大胆 备之物呢 敬皇上恕罪 那另外二人呢 他们还在 随身去天牢 是 皇上驾到 一会儿来问起 你就说 不知道谁解语 我定有招数 就我们出去 就你那破嘴 我才不信呢 你要是不听我的 就在这等死吧 皇上 皇上 免了 你们二人可知道 谁劫持了尹轻柔 回皇上 我们也不知道是何人解语 只看见一个蒙着面的 好吓人 少爷没有活口 死无对证 皇上 还要何事 皇上只要答应 放了我二人 我孔双双 自有办法找到尹轻柔 笑话 你二人犯的是死罪 当诸九卒 居然还敢谈条件 冤枉啊 皇上 双双何罪之有啊 双双不但没有 与他人同流合污 挟持皇上 还帮皇上抓到了尹轻柔 若说我有罪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走 皇上 皇上还记得这个玉佩吗 你曾经答应过双双 有朝一日 我要有事求你 你必会答应我 想必皇上一定明白 既然我能帮你找到尹轻柔一次 就肯定能再找到一次 李章 放了他们 皇上 朕说放了他们 是 是 燕车 燕车 你如此每天想念着他 心里可曾有过我的位置呢 哪怕你心中 只有那么一丁点角落属于我 我也不忘此生与你相识一场 轻柔 独孤此生真的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 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只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好 独孤 情容 你怎么也在这儿 情容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遵上 遵上 飞鸽传来急报 还请遵上定夺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可是遵上 此事紧迫啊 是 属下告退 等一下 备邪粥和小赛送进来 是 遵上 好 独孤元 这到底是哪儿 你究竟是谁 情容 你刚醒来 千万不要激动 等你恢复好了 我慢慢再解释给你听 你 独孤元 你要现在不告诉我 我立马就走 情容 情容 好 好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正如你所见 这就是明山脚下 莫非 这就是明炼宫 没错 我渡过远就是明炼宫的公主 你是公主 可别人都说明炼宫是邪门邪派啊 邪门邪派 可那些自称明门正派的人 每天不也都干着突击摸狗 枉脏不堪的事情吗 原来你一直隐藏在灵奇王府 就是想要利用我们 我知道了 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你设计的 情容 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确对你有所隐瞒 但是其他事情上 我从来没骗过你 你知道 因为我太在乎你了 我更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 独孤元 事到如今 欺不欺骗 伤不伤害 还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不是到了这般天地 我看你还是会一直隐瞒下去吧 情容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你出去吧 情容 你出去 去 好 你休息吧 我先出去了 皇后娘娘这对脏花啊可真好看 脏再好人再美又有何用 皇上从来都不踏进我寝宫一步 皇后娘娘 皇上只是一时忙于正事 所以忽略了娘娘 娘娘这么动人 皇上怎么会不来看您呢 皇后娘娘 摄儿姑娘求见 快快请进来 是 摄儿见过皇后娘娘 你我无须多礼 你们先下去吧 是 姐姐快些过来 娘娘今日果然是美颜动人哪 姐姐你就别笑话我了 美颜又有何用 还不是一样被冷落 娘娘 请恕双儿直言 皇上若不主动 娘娘您何不多走一步呢 皇上的心中 怕是有慕容触及不到的地方 傻妹妹 这天底下就没有雾不热的地方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不能闪避 要多与皇上亲近亲近才是啊 你说的也算是有几分道理 邱公公 这劫余一事进展如何 是否派人加紧排查 回皇上的话 前些日子已经让玉林侍卫调查过了 可是至今没有消息呀 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 礼章求见 进 礼章参见皇上 你来得正好 交易你办的事情办得如何 回皇上 属下已经带人查看了 京城附近的数十个城县村落 并没有发现捷御者的任何行踪 可见捷御者心思缜密之至啊 海陆呢 海陆是否已派人调查 回皇上 还没有 你立即派人从海陆着手调查 同时搜索所有村落 每一个房子都不可错过 是 海陆 切记 一定秘密行事 不可张扬出去 微臣明白 微臣这就去办 去吧 皇上 今儿晚上 是不是在皇后娘娘那儿安歇呀 算了 还是在这儿吧 好 那老奴去安排 好 那老奴去安排 嗯 清荣 你到底去了哪里 清荣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劝你还是吃一点吧 我不想吃 我也不饿 你拿走吧 清荣 又怎样你才能不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眼无珠 我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真傻 清荣 我跟你说过 我也有我的无奈 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我也一样 那你能告诉我 那你能告诉我 你做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你真的想知道吗 好 我告诉你 清荣 你听说过前朝之事吗 前朝 我听说书的讲过 只知道前朝被解氏王朝所灭 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是的 朝代更替 本是很平常的事 但对我独孤来说 却是国破家亡 其实前朝皇室的后人 并没有完全灭亡 他的最后一位皇子 是在皇后和工人的掩护下 逃了出来 他们隐墨山林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才一点一点打造了这明炼宫 而皇子 也在母后和工人的教育下 逐渐成长 他背负着复国的使命 那名皇子 就是我的父亲 直到他死后 这些使命 才统统寄托在我的身上 独孤元 难道 你就是前朝皇室的皇孙 你如今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光复你们独孤氏 是 是啊 这就是我的命 这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 独孤元 你太可怕了 你一直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拿你当朋友 当知己 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刻利用我们 我承认 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 在我计划所有事情当中 出现了一个艺术 那个艺术就是你 你的出现 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 你知道吗 当初 我为了你 放弃了背负的一切 我放弃了一切 你 够了 晴柔 你 杜姑元 你不要再说了 我也不想听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从上次测试题中 我就应该看出来 你回答得那么准 没想到你的心 竟然是这么的阴暗 晴柔 我 好了 不要再说 晴柔 我 我不说了 过心事事 等你平复了 我再来找你 天龙 只有你最了解我了 你说秦若她会原谅我吗 一把 无论如何 我会等到她接受我的那一天 尊少 尊少 秦若姑娘 突然晕过去了 什么 快 她这几天一直这样吗 是的 尊少 秦若姑娘已经连几天都不进食了 而且每日以泪洗面 就在我刚才给秦若姑娘送粥的时候 就发现秦若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 混账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属下该死 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 算了 快去 准备些热水 顺便把我采来的天神雪莲取来做药引 是 尊少 清柔 清柔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清柔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不愿意坚强 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 于是你决定回家下 做一个简单的模样 看不透是你的目光 看不透是你的目光 做不了泪水流淌 做不了曾说的假象 行为你末尽 走 你不愿意坚强 你说我 我不愿意坚强 你不愿意坚强 我愿意坚强 你不愿意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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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不愿意坚强 看不到那所谓的天草 于是你决定会假象 做一个简单的模样 于是你不愿意坚强 等不到那所谓的天草 尊尚 你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 去休息一下吧 为假象做一个简单的模样 娘娘 双尔一直有一句话 不知该不该说 姐姐但说无妨 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 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 我也是思虑多日 也未敢言语 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 都憔悴至此 就想着 哪怕是我被降罪 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 姐姐 以你我二人在宫中的关系 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 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 就还请姐姐速速到来吧 娘娘 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 查找隐情柔的下落 为了此事 不惜动用了御灵军 说是一定要找到隐情柔 而且 说一定要秘密进行 瞒着皇后娘娘 什么 真的有这样的事 千证万确 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 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隐情柔不死心 如今 见到娘娘您这样 却也觉得 这件事又真了几分 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 娘娘 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 皇上对那隐情柔 于情未了 我又能怎样呢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隐情柔 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 趁虚而入啊 娘娘 只要您抓住了皇上的心 那皇上必会回心转意 相信娘娘 您是最好的 可是我要怎样 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 恐惊 她从来就没有和我 皇上至今还为和娘娘 行房吗 这个也不难 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 娘娘若愿意 双儿 大可为娘娘献上 你说的那些药 哎呀 不行不行 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我可还是算了 妹妹 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说敲敲话 硬有谁知道 如果这件事 真能为妹妹 抓住皇上的心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你不尝试的话 等皇上找到了隐情柔 那一切就晚了 你说是不是 也不知道这情柔姑娘有什么好的 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 居然为了情柔姑娘亲自使药 什么 尊上竟然为了情柔姑娘连命都不要了吗 那雪莲一旦用不当 可就是剧毒啊 会致命的 谁说不是呢 可是这情柔姑娘 对尊上一直是不冷不热的 我真是替尊上可惜啊 独孤元一欣慰我 难道真的是我错怪她了吗 其实她也有很多的无奈 身为王国皇子 她身上背负的重担 也缺失太多了 也缺失太多了 皇上 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 朕不饿 让她回去吧 这 臣妾参见皇上 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 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 所以就自己进来了 还请皇上恕罪 罢了罢了 来都来了 就把她放下吧 这现在不饿 饿了自然会吃 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 也罢 拿上来吧 臣妾伺候皇上吧 不必了 臣自己来 来 味道如何 臣妾未敬多年 手艺也生疏了 不知道还合不合皇上的胃口 嗯 很好 有劳你了 嗯 嗯 臣 略敢不适 皇后 你先回宫休息吧 皇上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要不 臣妾扶你回房休息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秋公公 在 皇上略有不适 你快去传太医来 这 还不快去 是 皇上 你怎么样 真热 皇上 皇上 情柔 情柔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皇上 我是一月呀 情柔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情柔 不要再离开我了 啊 皇上 情柔 皇上 你回来就好 情柔 不要再离开我 情柔 让 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你不是情柔 你是谁啊 依允 你是依允 放肆 你竟然 不知廉旨 皇上 我 你听我说 你给我推下吧 朕不想再见到你 皇上 退下 臣妾 告退 娘娘 都是我的错 不管娘娘怎么惩罚我 我都心甘情愿承受 起来吧 谢娘娘 你何错只有呢 错的是我 以为这样 就能祸到皇上的垂炼 娘娘 不可太过伤心 此计不成 咱们再找下次机会吗 不会了 不会再有机会了 皇上现在心里只有隐情柔 不会再有我的位置了 又是那个隐情柔 皇上对她果然不死心 昨日 我听说隐情柔那边 已经有了消息 皇上不日就会接她回来 恐怕 恐怕什么 这隐情柔诡计多端 手段厉害 恐怕 她会像皇上 要后宫之主一位啊 到时候 她敢 不瞒娘娘 这个隐情柔的底细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她分明就是个妖女 娘娘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瘟疫的事 全天下的大夫 都束手无策 为什么偏偏是她隐情柔 能够终止瘟疫呢 后又被举国成为大英雄 娘娘 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依我看 这隐情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 让所有人都患病 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 以此 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 如此说来 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 娘娘说得极是 一定不能让她回来 否则 不光是后宫 就连整个朝廷 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 无论如何 我也要阻止皇上 皇上 今日这天气晴朗 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 参见皇上 搞什么呀 慌慌张张的 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 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还请皇上恕罪 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 不慎扭伤了脚 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 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 还请皇上恕罪 她扭伤了脚 有大挨吗 皇上 要不要去看望一下 娘娘 您没事吧 您慢点 我扶着您 皇上您怎么来了 臣妾不慎扭伤了脚 不能亲自迎接皇上 还请皇上恕罪 不必了 你的脚可有大挨 并无大挨 待臣妾回去休养几日便可 谢皇上挂念 倒是今日风和日丽 是个赏花的好日子 臣妾想要看一看 既无大挨 对 那你就自己在这赏花吧 朕还有事先走了 皇上 皇上 可否听臣妾说几句心里话 不忍 臣妾必会日不能暗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你说吧 皇上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 我可是历历在目 我自小认识你以来 心里便已有所属 此生非皇上不佳 可是没想到 家世不幸犯案 才不得不与皇上分开 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我也曾多次想 就此了缺一生 可是每每想到 与皇上相识相知的曾经 就一次次放弃了 因为我想要再次见到皇上 想一直留在皇上身边 没想到依允命好 没想到依允命好 居然能有幸再次见到皇上 皇上也不嫌弃我 还立我为后 可是 当我知道皇上的心中 早已另有所属后 于云发现 自己不过如何努力 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 其他名利富贵 我真的毫不在乎 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 难道 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 义云 义云 是我辜负了你 可我已心有所属了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了 因为我曾答应过你 一定会娶你为妻 所以我便把这皇后之位给了你 也许我能补偿你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其余的 言其无能为力 皇上 那晚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以后 还请你 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 也许你 也许你 参见公主 情柔 情柔 你这是干什么 是在取笑我 还是在生份我 没什么 我只是想来感谢你 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见大家都叫你尊上 可是你不是我隐情柔的尊上 所以我就叫你一声公主 我们之间不用这样吧 不管别人怎么叫我 你还是叫我独孤吧 小的可不敢 万一说错了话 那岂不是要伸手一出啊 你呀 看来你身体好得差不多了 都开始说笑话了 身体是好很多了 谢谢你 不过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身为前朝皇子 又细心经营着名列宫 权力之大 地位之高 已经不是我能随意冒犯了 在外人看来 我独孤拥有着华丽的外表 可有多少人能知道 在华丽外表之后 有多少心酸呢 当年国破家亡 祖母带着我父亲浪迹天涯 天下之大 却没有一个他们容身的地方 唐唐唐皇后之寸却要与下人一样 西医做饭 每天赶着粗活累我 直到我 继承了复国使命的那一刻 我们独孤式的彩礼 才慢慢有所好转 可是为了复国 我从小就开始勤练过 还有学习权术之道 每日活着的理由 除了复国还是复国 我的心也变得像着地宫一样 阴冷灰暗 从来没有体会过 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 可是 就在那日我遇到你 当我看见你肆无忌惮笑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 是有美好事情的 那天起 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可我是个不祥之人 跟我在一起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独孤不管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可以放弃一切 我只愿和你 浪迹天涯 相濡以沫 独孤 你不要这么说 你的心思我全部都明白 只是我 好 没事的 情容 我会等你 等你心里有我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走 做不了曾说的假象 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 就交给爱卿处理吧 切记尽快安抚灾民重建村落 遵族 遵旨 皇上 御林军统领引号求见 快传 是 你们先对下吧 微臣告退 对 皇上 如何 有消息了吗 臣多日打谈不负皇上厚望 已有消息 快说 确实有人看见情容姑娘 往东边方向去了 据说是明山方向 明山 而且 而且什么呀 独孤元也恰巧一起失踪了 我怀疑莫不是独孤元 劫走了情容吧 你怀疑独孤元 不错 很有这个可能 明山 独孤元 情容 这其中会有什么玄妙啊 明昊 你继续打探 务必得出准确的消息 是 微臣告退 静容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等着我 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 像在我们家乡那边啊 想要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 那可真是不容易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虽然你欺骗我在些 但你也有你的难言之言 而且 你三番五次地救了我 你要是答应了 以后不再去做害人的事情 我就答应你 一直留在这儿 你真的愿意 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永远都不离开这里吗 嗯 因为经历了这么多 我发现 我更需要的是 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的生活 这里挺适合我的 所以 独孤 我希望 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 就像以前那样 轻轻松松 快快乐乐的 好吗 好 清柔 只要你愿意留下 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 你看 你看 那块多漂亮 皇上 孔双双有事要报 不见 可她说 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 好 让她进来吧 是 民你参见皇上 你可知道清柔的去向 不知道 但我知道 是独孤猿救走了清柔 你说什么 独孤猿对清柔 其实一直都有意 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 一直离间你二人 包括谢颜臣 都是她的棋子 她一直都在利用我 先是把我放在谢颜臣身边 后又叫错谢颜臣 把我送到你的府上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精心策划的 如今 如今 她借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便想要抛下我 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 放肆 一派胡言 给正国出去 皇上 双儿所说句句属实 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 大可抓到独孤猿 当面问清楚 滚 独孤猿 独孤猿 是你叫我出来沉运的 怎么 才走了一个山头 你就不行了 我跟你可不一样 你是习武之人 你走三个山头都没关系 好吧 既然累了 那你就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再走 能不能不走了 我身体还没好呢 让你每天徒步行走 就是为了锻炼 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再坚持一下嘛 好吧 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 只要你每天带着它 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 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 第一次听说 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 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 奇葩 哦 奇葩 奇葩 可恶 清如 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 只要你带着它 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 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 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 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 是哀家糊涂啊 听信了谗言 哀家对不起齐儿 更对不起尘儿啊 若不是哀家 尘儿也不会一时糊涂 铸成大错 被变为庶民流落在外啊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 好在齐儿他是个好孩子 相信他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 是 皇上 查到了 在哪儿 就在那名山脚下 藏于明炼宫中 难怪饶了这么久都没找到 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 你可还查到别的 回皇上 明炼宫虽然是近些年才在江湖上崛起 但是实力不锁 尤其是明炼宫的公主 据说她的武功高强 神出鬼没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 倘若真是那独孤猿接走了轻柔 那她 那她就是明炼宫中的人 可还不止 明炼宫公主平日喜欢吹枭 一直雨枭能射人心魄 你的意思是说 这独孤猿就是明炼宫的公主 是 好你个独孤猿哪 藏匿于朕身边多年 朕却毫无察觉 究竟异于何为 皇上可还记得独孤猿 曾和你说过她的身世 朕还记得 她说她一家人被奸人所害 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莫非朕就是她的仇人 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 皇上的确是没做过 可先皇先祖们呢 你究竟想说什么 据明山探子回报 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 言行之下 明炼宫的人说 里面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 朕明白了 难怪这独孤猿与朕之间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 原来这独孤猿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 这么多年 我视她为兄弟 为知己 却万万没有想到 她无时无刻不想取皇上的性命 夺走江山社稷 照此说来 皇上已经知道明炼宫的位置了 不错 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炼宫 我想请命去做先锋 不妥 我觉得此事不是攻打明炼宫的时候 皇上刚登基不久 先应该稳住朝纲 而并非大兴武力 如果为了区区一个江湖门派 而动用了大量兵力 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 四王爷虽然说得有理 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 我知道 三嫂至今生死未卜 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 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 但是三哥已经登基 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 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 皇上他自有分寸 其他事情我不担心 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 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 说来也是 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 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 但愿我能劝得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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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只是眼角无意义的一片 就注定了你我 大雨一直滂沱 乌烟雨水滴落 思念对谁说 也许只是眼角无意义的一片 就注定了寂寞 就算你远走 我还站在原地傻傻的等候 臣弟参见皇兄 免了 来得正好 正有要事与你商议 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炼功一事 你都知道了 皇兄 臣弟觉得讨伐明炼功不用急在一时 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 现在动用大量兵力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 况且那明炼功威震武林 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那个时候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 皇兄还请三思啊 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 那就不必多说了 你走吧 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 明炼功日后再处也不迟啊 不可 这独孤元既有复国之心 朕就留不得他 臣弟以为 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炼功 其实是为了情柔 并非其他 朕没有 怎么美护 皇兄 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你害怕受给了毒孤元就失去了尊严 住口 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 皇兄 你看你现在为了情柔 你都失去理智了 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 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 是朕要任性妄为吗 讨伐明炼功绝其后患是任性吗 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 朕若是任性 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 皇兄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朕想静一静 臣遵旨 一个丁老头欠我两个鸡蛋 他说三天还 我说四天还 绕了一大圈 你来了 你快看我画的画 你画的 这是你祖父吗 不是啦 这是丁老头 你过来坐下 我来教你画 特别简单 丁老头 我说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他说四天还 绕了一大圈 买了三根韭菜 花了三毛三 简单粗暴吧 我问你 你你不想参加了四天啊 你不想参加了四天哪 你不想参加了四天啊 你不想参加了四天啊 这事啊 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 就是后悔药了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 秦荣 你今天为什么不带镯子 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 怕坏了 镯子是不怕水的 你还是带着吧 对身体有好处 好吧 那你先忙 我先走了 世界还真奇妙啊 镯子还能治病 尊上 什么事啊 宫里传来消息 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 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练功 终于来了 吩咐下去 做好应战准备 是 对了 还有 不要声张 一定不要让秦荣发现有任何的异样 是 是 属下这儿就去办 皇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今日 四弟来找过朕 劝朕不要讨伐明练功 其实我也知道 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 那皇上是答应了 朕没有 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皇上 明练功是非法不可的 若不趁早除掉 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 若想再去讨伐 那可是难上加难了 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 一意孤醒啊 皇上 留明练功必定后患无穷啊 若朝臣执意反对 臣妾愿以一己之力 保我江山稳固 臣妾 臣妾可以以死明之啊 皇上 为何这样看着臣妾 朕记得 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 而且从不理会朝事 为何偏偏今日 对讨伐明练功一事 如此上心 态度如此坚决 皇上也说了 那是臣妾以前呀 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 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 但是 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望 恐启 现在臣妾跪为皇后 理应为皇上分忧 为江山社稷尽忠 既然 那明练功 威胁到江山社稷 和皇上的安危 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愿为皇上 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皇上 你应该知道 在臣妾的心中 你是最重要的 也罢了 也罢 不过随后一问 你无需如此伤心 不过 于公于私 这明练功 朕都留他不得 独孤元 朕视你为知己多年 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 谢言启 这就是你我的宿命 既然这样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 好啊 我也正想会会你呢 你们都听着 今日 是我与独孤元二人之间的事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出手 皇上 这是圣旨 是 臣遵旨 你们也都听好了 今天我要是死在她的剑下 我明练功从此绝技江湖 你们保护好尹姑娘 是 你 喂 坏事什么事了 朝廷配门为剿 皇帝与下亲征 姑娘你快回去吧 皇上来了 那独孤元呢 尊上已在外迎战夺时 他没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 哎呀 这个镯子 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的标志 身体好些了吗 好些了 你打算如何处置它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它 好 虽然我已经与它恩断义绝 此生不再往来 但是还请你放了它 因为它毕竟是当今圣上 而且 它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 倘若你杀了它 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 那天下的百姓也不会被你折服 到那时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 你是在关心我吗 当然是 我知道 你是怕我跟它旧情复燃 你放心 你若放它走 我定会留在明炼宫 此生不再与它相见 此话当真 当真 我发誓 我 我不用你发誓 我相信你 我答应你 我会做一些货币